终于来订单了 兄弟们 这三个月我都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 最近接到很多好消息 全部是关于苹果15的生产线 现在陆陆续续有很多大型的电子厂都已经接到了苹果的订单 毕竟的缺口还非常大 据我所知啊 缺口都是在六到七万人 大家可想要知啊 工厂里面一旦缺人 那么的预示的工资会上涨 但应该都知道苹果15会在九月中旬开发布会 那么呢 这个七月底啊 像抹训 发财康 抹硕集团 这种厂呢 流量大厂 全部拿平衡订单的 基本上都开始当了人 据我所知 现在所接的工价是25到27一个小时 也就预示着 你现在在电场里面上班 也能拿到250到27一天 毕竟呢 还包住包住 一个月的话 这起门能拿到6000到7000这样子 这是个好消息啊 因为大家也看到了 现在目前为止 市面上的工价都是18019 200 样子就没什么高工价 这个苹果订单一来啊 对咱们打工人来说 确实是个利好消息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 只说实话的频道 在影片的结尾 会有简单的总结 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不要忘记订阅 23岁女生 刚刚毕业一年 来广州工作后 不得不接受的三个现实 首先是工资是真的不高 哪怕是一线城市三五千的工资 便利都是 努力涨钱买车买房这件事在我身上的话是不可能实现的 呃 广州一套房子就要好几百万 普通人要掏工好几代人的心血才能买一个房子 而且还只是个首付 其次就是这里的生活成本真的不低 一个外卖二十几步 一个十几平的房子要大大好几百甚至上千 自己住的话 扣掉房租 水电平均一个月上八百 吃饭的话 基本都是进买菜回去做的 很少点外卖 既然还能省点钱 每个月到手几千块 去掉房租 交通 还有日常开销 基本上也就涨不到什么钱 与其说生活 还不如直接说是生存 还有就是广州这种一线城市找工作 很难找到周末双修以及大小周的 工作占了百分之八十 其实我想说 如果有那么一群人不泡巴不泵滴 每天除了上班下班回家吃饭不社交的话 那么这一群人是怎么拖搭的呢 没错 这就是我目前在广州的打工现状 也就定是平无期 我也不知道这样的生活什么时候才到头 虽然说现在有几步返的地铁 住不完的城中村 这边是一个五金市场 已经是开了有几年的 但是在今年很多这个铺位都已经是空出来了 像这边这些 因为在这边呢 在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房租啊什么的都还是比较优惠 但是在今年所有的这边的这些铺位 租金全部都要求上涨 所以在这一排有几十个铺位 现在搬走的是很多 所以现在这么大的市场 现在几乎都是空的 现在这个附近的一个免费停车厂 这几天有几位同行美女问我生意好不好 她们都说生意不好 又不会做线上怎么办 大家都很焦虑 让我记忆犹新的是一位美女跟我说 她说她非常焦虑 然后就是村庄压了很多的货 就是欠了厂家的钱 现在下转生意也不好 没钱还 不是不给是真的没有办法 能不能再做下去 其实我想说的是大家生意都不怎么好 好的有真的是有几个 绝大多数的人都是生意不好 就像我们家店一样的 我们家店就是如果说店里没有老生意来 有时候不开张也很正常的 当然偶尔也能碰到新生意 也能碰到新生意买好多件的 就是说这个事情接下来越来越少 7月8月本来就是淡季 而且我们的淡季今年来早了一些 是不是 所以说大家要坚持都不好 所以说像刚刚那个美女 就是你如果说觉得真的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那你只能找点情餐 把她的成本卖出来 把欠别人的钱先还掉 对不对 像我们的话就是看生意的 就是我有生意 我敢进货 就稍微进一点 我觉得我没有生意了 那不要进货了 就直接把家里的货慢慢回收成本一下 是不是 所以这个生意没有办法说的 可能下半年我们会好一些呢 就像这个口罩三连的生意 有人想过会比现在还好吗 有人想过会想过现在的生意比口罩还差吗 从来没有想过 很多人就想口罩以后生意会好一点 没想到恰恰相反哈 但是就是我们现在人少是小四 而且来的人非常非常难做 真的 我有时候觉得好奇怪 我怎么来了这么个人 到底是买还是不买 就今天有今天我家来了两个人 然后就问了一件衣服 问了一件衣服 拎起来 我告诉他多少钱 然后再问第二件 他突然来了一句怎么说 他说怎么这么贵啊 其实我跟你说 我们做生意都知道 和气生产 以成为本 这个谁都懂的 是不是 你不买也没有关系 我的货这里 但是我一听他说话 好贵哦 怎么这么贵啊 我心里就来气的 我就觉得美女 等一下 你只能说你觉得贵了 你要说好贵 那我们的衣服不是扔掉的 也不是说被人家剪掉的 我们也是卖掉的 为什么我们有人买了 他们不觉得贵呢 所以说你说你觉得你 我觉得这件衣服贵了 我不想买都很正常的 我不喜欢你说什么 这么贵啊 什么叫这么贵 那人家一千多的衣服 两千多的衣服卖给谁啊 所以说我们 其实我们也是不好的 我在这里承认一下 我们要调整行心态 如果他们这么说了 我们就让他说吧 所以说我们要忍住 跟生意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要忍住 有人来我们就卖 没人来就不卖 我们做疏于自己的生意 跟自己眼光相同频道的人的生意 这个商场啊 从开业到现在已经快两个月了 怎么商场里面的人气还是老样子啊 一楼这里啊 还有不少店铺没有租掉呢 这个商场呢 就是位于宁波盈州区新林路上面的范迪中心了 这个商场呢 是于5月19号开的 开的比较低调吧 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 我还特意选择今天星期六过来 特地呢过来实地看一下 今天星期六周末 想看看这个商场的人气到底怎么样 这边呢 是商场的一楼呢 商场一楼呢 我看了一下 开店率还是挺高的吧 那对面还开了一家超市呢 这个超市的面积还是挺大的 这边呢 是商场的地下一层啊 地下一层呢 是餐饮区域呢 我们看一下 也真的是完全没有想到啊 已经开业快两个月了 这个地下一层美食层啊 好像跟刚刚开业的时候也差不了多少嘛 那通过环市一周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整个地下一层的开店率有多少 那正前方这两个空位子 我当初开的时候呢 来过了 这边是空着的 现在呢 两个月快过去了 还是空着 而且最关键呢 现在还是中午的一点多呢 正好是中午的吃饭时间啊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餐饮区呢 几乎没什么人来吃饭了 然后呢 越往前面走啊 我们越发现 又有大片店铺呢 还没有租掉 本来呢 我认为啊 这个商场的地下一层开一个餐饮区域 这个想法跟创意呢 是挺不错的 为什么呢 因为商场的这对面隔一条马路啊 就是宁波里惠丽医院了 通常呢 你在什么医院附近啊 学校附近开一个餐馆呢 生意呢 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比如说在医院里面已经看完病人的这些病人家属啊 中午 这么六的天也懒得在家里做饭吃 所以呢 就在医院附近呢 究竟找一家饭店吃一下饭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认为这个商场的地下一层餐饮区啊 就可以发挥作用了 本来如果说这一层的餐饮区能够全部都开起来的话呢 我还是比较看好的 但是呢 现在目测了一下 这个餐饮区的开店率啊 还不到50% 按道理说 这个商场的地理位置也不是很偏啊 是在盈州区的老城区 一上到二楼啊 眼前所看到的一切啊 让人实在是不敢相信啊 二楼啊 绝大多数的店铺都是这样关闭着 而且呢 我这样一边走过去啊 也没有听到什么装修的声音啊 正常来说应该在装修啊 刚刚介绍了 这个商场啊 它的地理位置不偏 就是位于以前老江东区的老城区呢 而且周边的老旧小区不要太多啊 人口密度也是挺大的 你比如说像什么飞红新村啊 黄泥新村啊 白鹤新村 这些新村附近就有大型的商场可以逛了 本来呢 这个商场确实可以弥补这些小区周边没有商圈的空白 目前二楼最热闹的就是前面的这家火锅店了 这个时候好像还是有点人气的 那行吧 以上呢 就是给大家看了一下二楼的情况 我们准备上到三楼去看一下啊 那前方呢 就是这个自动扶梯了啊 诶 什么情况啊 自动扶梯怎么停了 这个自动扶梯怎么上不去了 这个还是有点奇怪的 我们再观察一下 看看三楼这边什么情况 从这个角度看上去呢 好像三楼这边没什么店铺嘛 应该是这样的 从三楼开始啊 就要坐垂直电梯上去了 而不应该坐自动扶梯上去了 好 商场里面已经看完了 现在呢 我已经出来了 在外面呢 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什么大型的集市吧 那时间是从7月7号开始到9月3号结束 为期呢 将近两个月 那么看到这一幕呢 说明啊 这个商场还是在努力的想办法 应该怎么样能提高人气 确实呢 对于一个新开的商场来说啊 在前期还是要多搞一些活动 不管呢 是在商场里面搞 还是在商场的外面搞 那目前呢 因为是下午嘛 所以说这个集市呢 没有开始 这个是正常的 不知道到了晚上啊 这个集市会不会人山人海呢 最后呢 还是希望啊 这个商场里面所有的空气店铺能够尽快的开起来 否则的话呢 就实在太可惜了 不知道你们认为 这个商场目前的现状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最近中国经济在表面上的数据亮眼 但分析人士认为 这可能是由于去年经济状况较差 机器较低 导致年增率出现的虚胖现象 尽管原先的预期是第二季度的 GDP年增率应达到7%到7.3%的水平 但实际的增长率比预期少了近一个百分点 而从季度环比的角度来看 第二季度的 GDP只比第一季度 微幅增长了0.8% 这与经济复苏的预期相去甚远 对于中国经济的各项指标 包括工业生产 固定投资 出口和消费零售额等 都表现出不理想的情况 甚至可能显示出经济增长引擎可能正在熄火的迹象 刘孟俊 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中国经济中 只有民间零售消费的表现尚可 根据官方发布的统计数据 第二季度的消费品零售总额比第一季度 加快了2.4个百分点 而6月份的年增率为3.1% 尽管这符合预期 但微弱的增长表明 中国消费者只愿意在餐饮等生活基本消费上花费 对于大宗耐久性消费品如汽车、房地产等 依然缺乏购买信心 其他经济指标如工业生产产值 表现也不尽如人意 官方统计显示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年增长3.8% 但第二季度仅比第一季度加快0.8个百分点 多依赖于国有控股企业4.4%的年增率 而来自外商及港 奥 台商投资企业的工业产值年增率仅为0.8% 中国私营企业工业产值的年增长也只有1.9% 这些数据暗示部分外企的出口产线可能已经退出中国 这对中国经济并不是好消息 今天说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话请点赞订阅 我们将一如既往的为您提供真实的报道 谢谢 Kollegen 好 我好